股價低 通常有它低的道理 但是沙中有時也能逃出金子來 喜歡挖寶的人趕快來看 大家好我是鳳哥 歡迎再次收看投資的一千零一夜 台股加權指數突破一萬八千點之後 大部分的股價都不低了 這當然反映上市櫃公司在2021年獲利創歷史新高 以及台灣的亮眼經濟成長率 不過有不少小資族在問 這當中也包括我的同事 他們想知道有沒有銅板價的好公司 也就是每股只要一枚50元硬幣就能買得起的股票 說真的啦股市漲了這麼多 股價如果還在銅板價的呢 通常是因為兩個狀況 第一個是因為這個公司名氣不大 加上它所屬的產業是冷門產業 平常就沒有得到市場足夠的關注 那第二種原因也就是最現實的 可能公司過去幾年的經營狀況不夠突出 或是碰上了一點小麻煩 導致它的美股獲利比較低 那股價也就跟著遜色 但投資上有一種策略 就是你要注意領先群的好公司 因為他們有比較大的可能會繼續突出 可是同時你也不要忘了 關心一下落後族群裡 它有一些體質還不錯的公司 因為這些前者它比較受到眾人的關注 股價通常也不便宜 那營運相對比較穩健 不過爆發利益就相對比較差一點 那後者呢 它因為過去不受到市場的寵愛 所以有可能讓你挖到寶 不過要提醒大家 除非你真的是選股高手很會挖掘轉機股 否則你還是應該把主要的資金部位 放在領先群的好公司 或買次值型的ETF 只用比較小的資金比例 放在這些可能未來有潛力的同版股上 先建立好穩健的投資組合配置觀念之後 我們再來介紹未來可能有潛力的同版股 SMA支付團隊特別篩選出股價在50元以下 同時過去三個股利年度 這三個年度分別是2018、2019、2020的股息發放 它有逐年成長的20家公司 供大家參考 整體來看 這20家公司根據它目前的股價 以及2020股利年度所發放的股息 來計算的股息支率率水準大致不差 大多數都是在5%以上 而且2021年他們的營運也大致上還不錯 這些公司如果鼓勵後續還能夠穩健成長 就會相對更有潛力 只是這些公司目前正在從同版股力爭上游 你要留意他們的營運變化 畢竟他們的腳步現在還沒有站得很穩 容易再跌交 這是一定要先提醒大家的 以下我們再從這張表中進一步介紹 5家公司 它近幾年的營運進步特別顯著 首先介紹偽創 它是台股知名的電子代工五哥之一 它是從紅機集團分家出來提供製造服務 也是NB重要的代工廠 它的業績分布在筆電伺服器 智慧裝置 PC等領域都有 它在2015到2017年這段期間 受到代工毛利殺價的影響 獲利比較低迷 2015年EPS曾降至0.55元的低點 股價也一度探底到12.5元 不過公司這幾年的獲利能力改善 根據公司的字節獲利 2021年的EPS已經來到3.76元 創下近10年最高 它也是連續第六年成長 那公司2021年的毛利率更來到5.93% 脫離了電子代工業毛山道士的窘境 毛利率也創下13年來新高 這可以看出競技團隊的努力 股價走勢也反映出偽創營運數字的改善 它過去10年的股價走勢是 先下後上 近5年倒吃甘蔗 業務與客戶分散 不充市場規模 默默埋頭與改善營運效率 就是這家低調公司的最大特色 這艘是全球最重要的光電版 印刷電路版業者之一 它的客戶應用從電腦 手機 汽車到通訊產品都有 但股價相對低迷的原因 是在光電產業 是過去這20年 殺價最激烈的產業之一 所以在景氣循環這麼激烈的產業中 智超能維持相對穩健的營運表現 過去5年 EPS最低來到2.83元 最高則是2020年的7.28元 不過這一年 因為有出售輸送廠的認列獲益 這是一個一次性的獲利 那以本益比來看 智超是相對偏低的公司 我們可以來看它的本益比 合流圖 近三年來 它多數時間都是在10倍以下 不過 一如我們前面提到的 景氣循環激烈的產業 它通常就比較不受到投資人的青睞 特別是保守型的投資人 他們對這樣的公司會比較有疑慮 因此本益比偏低是常態 另外這家公司的董堅持股偏低 只有6.11% 一般來說 我們希望董堅持股 能高於10%以上是比較好的 那這也就是它造成 股價低迷的原因之一 智超未來幾年的展望 則看Mini LED的發展 如果蘋果能加快導入 Mini LED在各種產品上 有更多的車用顯示器 來採用這個產品 那對於智超就是一大利多 不過要注意 Mini LED這幾年都是雷聲大 雨點小 所以大家還是要持續 在追蹤後續的發展 01是資訊加值服務通路上 它主要是透過代理 來提供網路應用的解決方案 代理的品牌超過30個 其中包括網路設備大廠 思科 01受惠台灣整體科技產業 蓬勃發展 營收已經連續11年成長 2020年了 它的每股盈餘 也是連續三年成長 2020年度就來到了3.55元 2021年的前三季 則是已經達到了3.27元 表現不俗 公司也一向採取高配息的政策 前三個配息年度 2018到2020 配息率分別是 72.8% 70.2% 84.5% 都是在七成以上 如果再搭配2021年的強健獲利 2021鼓勵年度的配息 也值得期待 前景展望 主要看雲端服務 知情安全 跟大數據的應用佈局 整體來說 只要台灣科技業的景氣 能維持正向發展 01的表現 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落差 冠德在台股的 營建上市公司當中 它是一家形象相當不錯的公司 但在2014到2018這段期間 公司的推案比較保守 因此每股獲利偏低 屬於營建公司獲利的後段班 因此股價表現也就比較低迷一點 不過這幾年公司在二代接班後 經營的態度就轉趨積極 而且搭上了這波 房地產的景氣熱潮 帶動獲利大幅跳升 2020鼓勵年度 除了發放2.4元的現金 還罕見的發放1元的股票鼓勵 這顯見這個公司 有積極擴張的七途心 2021年前三季EPS 已經達到了4.53元 未來幾年 也陸續有多個建案完工 特別是近年大力投入的 公辦都更案 公司指出 目前手上就有九筆 這些都是支撐它 未來營運的重要基礎 其中包括跟台電簽下的 台電南港北部儲雲中心 舊子AR-1的都市更新大案 這個案子是東區盟戶計畫的起點 它結合了住宅、辦公、商場 未來的聯合開發商機 可具想像空間 有一個家是宏基 它是台灣最知名的 PC跟NB自由品牌大廠 曾經在2013到2016這段期間 它經歷過重大的經營挑戰 並因此大幅的改組經營團隊 在前台積電大將 陳俊勝加入 擔任執行長之後 公司啟動了漫長的改造 這兩年成果逐漸浮現 2020年的每股盈余達到2.01元 它是近10年的最高水準 2020股地年度的股息發放是1.5元 這也是近10年的最高水準 另外2021年 營運更上層樓 前三季的EPS就已經達到2.88元 超越前一年的全年表現 也一度帶動股價 來到近10年最高的35.85元 過去 宏基它曾經因為在一般消費性市場的 PC跟NB有大量的庫存 在景氣逆轉時遭受重創 轉型之後 商用市場跟電信市場為發展核心 捨棄拼量 更看重毛利率 儘管業績回升 宏基還是意識到硬體產業 它就是一個激烈的殺價競爭 因此也積極在擴建服務的生態宣 特別它是在電競領域琢磨果生 它想要打造電競生態圈 來做造未來的競爭優勢 在2022年初更宣布成立 虛擬賽車產學聯盟 結合深受學生喜愛的電競文化 往校園扎根 培養未來的客戶 這個計劃老實說 還需要長時間耕耘 才能看到回收的成果 但今天不錯 美好的明天永遠不會到來 宏基網軟體服務生態圈的奮力前進 值得關注 最後總結今天的學習重點 第一 銅板股之所以股價低 一定有它背後的道理 在多頭市場中 不要只是因為某些股票的股價沒漲到 股價還很低 就以為它很便宜 第一 不一定代表便宜 第二 如果發現某些銅板股的營運 有轉好的趨勢 特別是它主要獲利來自本業改善 而且股息發放能夠逐年提高 通常反映出這類公司 它在營運跟財務上 有同步轉好的跡象 就值得進一步追蹤 投資方式可以先建立基本持股 觀察後續營運持續改善 再逐步加碼 不要一次就重壓過多資金 第三 銅板股的投資 最好只作為資產的衛星配置 也就是只佔資產的較小部分 核心資產 還是優先放在主流產業的領先群 跟長期績效果件的公司 或是市值型的ETF上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